今天我的房车被一群男人霸占了 他们在我的车里烧烤K哥蹦迪无所不能 无论我怎么敲门都无动于衷 你们别后悔啊 于是 我决定进行一场报复性旅行 这是朋友新买的极客001猎状叫跑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干费他 我选了最差的路况 本以为这是半为一举最好的方式 但是这辆车的空气悬架和CDD减震系统 还是让他完好无损 3.8秒零百加速 很快把我的怒火全都丢在车外 偶然听见好风景里大朋友和小朋友的欢笑声 就变成了一次说走就走的露营 露营就像成年人的过家家 夏天就是要吹着山间的风搭帐篷 夏天就是要用清凉的河水冰西瓜 夏天就是要来一次节能环保的烹饪烧烤 烟火器最能吹走炙热和喧嚣 我们钟爱盛夏 也许就是因为他和青春一样热情洋溢吧 以前总觉得露营的氛围感只有笨重的房车才能满足 可是这辆极客001猎状叫跑 让我第一次觉得旅行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这辆极客